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志玉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catch大錢潮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二要介紹的是我們的財經專家 謝晨諺 晨諺好 志玉好 大家好 我們的朱葉忠老師老師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張有華 有華哥你好 志玉好 大家好 我們的軍事專家吳明杰 明杰哥好 志玉好 大家好 待會還有臺大的電機博士張晴玉 這個張博士會加入我們來談談 電動車未來的願景 好不過首先我們要帶您來看到了 放了一個廉價回來之後 我們要帶您關心的是 俄乌大戰進入到第二年 那麼這第二年的一開年 現在看起來是不是烏克蘭 好像站上風 因為用無人機直接逼宮 最近的一個無人機 來到了距離莫斯科 距離克里姆林宮 只有九十公里的距離 而且我們來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我們看到了過去 烏克蘭的無人機本來就有來到 這個兩國之間的邊境地區 但是這回這麼深入 是不是第一次呢 我們看到了接連的都有 無人機的一個攻擊事件 有的是成功攻擊了當地的所謂基礎設施 那大家說應該是油庫 那甚至呢 最近的來到克里姆林宮 這麼近的距離 這是烏克蘭的戰術嗎 目前在戰場上 是不是出現了什麼樣一個逆轉狀況呢 明涅哥 對 我們看到 在二月二十七的夜間 到二月十八號一連發動 似乎應該是烏克蘭 這個直接以無人機 來這個對俄羅斯本土進行所謂的空襲 那雖然現在烏克蘭官方沒有證實 那這二軍是指控說這些都是烏克蘭的無人機 那特別是包含像我們這個畫面上看到 林莫斯科居然只有九十公里的這個地方 有一架這個無人機被攔截 而且這一架烏克蘭的無人機 看起來是新型的無人機 UJ兩兩型 那他這一個整個巡域 我們這畫面上有看到 他是可能應該是被攔截 那可能也是指向附近的 這一個俄羅斯的基礎建設 可能要直接用這一個無人機來襲擊 包含像他的這個天然氣的管線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戰術 變成是以敵后在打擊 我覺得當然有要轉移烏東陣地的目的 那我們把無人機還是一併來談一談 因為過去這一年來其實陸陸續續 但烏克蘭也有發動小規模的 這無人機的襲擊 那大部分在這一個 我們看到烏克蘭跟這俄羅斯邊界 這個布洋斯克或者是這個貝爾格羅德州 因為這個距離比較短 那其實頻頻傳出 那有這一個包含像直升機 以低空這個等於路徑去打擊都有 那這一次是變成距離比較遠 而且特別這一次離莫斯科只有九十公里 甚至比上一次在這個 等於說打擊他的這個基地 那等於這空軍基地有這個圖九五 被毀了那一次七百二十四公里 可能要來得更遠 換句話說 烏克蘭已經手中應該已經裝備 比較長程的這種無人機 這是最靠近克里姆寧宮 最靠近普丁的一次 那這個動作當然讓這個普丁跟俄軍 非常的這個膽戰心驚 其實先前我們已經看到 這個俄羅斯俄軍已經把這個鎧甲S1防空系統 直接放到什麼放到俄羅斯的國防部大樓的樓頂 在那裡做防備 那普丁的官邸附近也部署了很多防空系統 其實他們也早就擔心說 烏克蘭非常有可能用無人機來突襲 那果不其然 那在這個開戰 這個滿一年之後 開始有這樣的動作 那還有包含像最難的部分 這次比較觀察到 比較特殊是說連這個靠近 黑海的這個港口 凡塞堡附近 大概以東 這個地方油庫也被炸 那這當然中間我認為有部分是無人機 有部分應該是這一個烏克蘭的特工部隊 做敵後滲透 從地面來進行 這不是應該是這個俄羅斯 應該要重金部署 保護最嚴密的地方 沒錯 但是其實這個領土大有一個缺點 那他很多的地方防不勝防 你有那麼多的 對 你有那麼多的這一個據點可以打擊 那其實烏克蘭的選擇性很多 那所以等於說他防不勝防的情況之下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很有可能被突襲 那還有包含打到這一個俄羅斯的南面 這個叫這個拉斯 這個諾達 還有包含像這一個阿迪格共和國 那我整個算一算 這一波突襲 至少應該有將近十架的無人機出動 那中間我都不排除 應該也有他過去比較舊型的圖 腰四腰 這種所謂的舊型無人機 也能夠大概有航程一千公里左右 那這個動作 當然會讓俄國的本土 也感受到戰爭的威脅 因為過去一年 你戰場都放在烏克蘭 好像只有這一個對烏克蘭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那現在他改成有敵后來打擊 眾生打擊的方式 可能讓俄羅斯的民眾也會開始擔心 這場戰爭會蔓延到 這俄羅斯本土 民謙哥他這次打的很多地方都是戰爭之後 第一次被轟炸的地方 所以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對普丁會有政治上的一個壓力 會變成說戰火 如果慢慢也蔓延到俄羅斯本土的情況之下 逼迫他還要不要繼續這場戰爭 那當然回到跟他講說烏冬這幾天打的 還是最激烈的巴赫姆特這個地方 那當然這個烏軍的 他這個地方的指揮官 因為上將他坦言 現在這個區塊 確實很多的戰略要到 被這個俄軍給這個佔領 那我們過去講到說這個 他俄軍用這個瓦格納集團 不斷的窮轟猛炸人海戰術 想盡辦法把重兵 全部要把他當成一個箭頭 要從這裡突穿 但是打了一年 其實真正的戰略要地是旁邊 熄滅有一個斯洛夫楊斯克 還有另外一個克拉瑪托爾斯克 到現在一年都拿不下來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只是 就算被他拿下來 這個政治上象徵的意義 但普丁就可以拿這個來大肆宣傳 表示他又有這個新的掌握 但實際上軍事上來講 基本上這個地方 就算被俄軍拿走 對烏克蘭來講 雖然這個士氣會受到這個重挫 但是實際上軍事的價值不高 那所以現在美方為什麼一直建議烏克蘭 不要在這個地方 跟這個俄軍在這裡陷入膠著 應該轉向南面來攻勢 那這一次無人機的這個襲擊 俄羅斯本土 其實我認為背後應該也有西方國家 獻撤 用這樣的方式才能夠轉移 他整個防衛的一個重心 放在烏東 變成他要全面性的 對烏克蘭來進行所謂防空上面的攔截 那這次還很特別 連這個聖彼得堡 其實距離烏克蘭更遠 大概有一千三百公里之遠 他的一個機場也突然關閉 然後說發現不明飛行物體 那還有包含像俄羅斯的這個電視臺 包含像克里米亞的這個電視臺 都突然被插播說有這個飛彈來襲 要民眾趕快逃離 要去避難 結果後來俄方說這個是遭到 駭客的這個入侵 這是假警報 也就是說其實多層面的 不只是無人機的襲擊 或者是駭客入侵 各方面的網路作戰 這些全面的在對這個俄羅斯要進行一個 這個戰略上的威責 是 警告他不要繼續 今天跟我想好奇一個 我們看到了這個俄羅斯電視臺 突然間就空襲警報 空襲警報 然後後來普丁方面是說 這個是駭客入侵 然後又看到了很多無人機飛來飛去 這個克里姆林宮方面說 那個有幽浮出現 現在他是要幫自己找一個台階下 萬一打輸了 我們是輸給外星人 不是輸給烏克蘭是這樣嗎 其實基本上在防空系統上 比如說雷達偵測 如果他沒有辦法判定他到底是什麼 又沒有這個戰機去升空去 譬如說這中國間諜器入侵 不是一二再再二三有四枚嗎 那其實除了第一枚是確認 後面二三四枚也一度被懷疑說 有沒有可能是幽浮 只要他沒辦法確認 但先前其實基輔上空也曾經出現 被懷疑說是不是有可能也是類似幽浮 因為最主要是說這個飛行物 他的飛行的這個姿態 不符合傳統的飛行的物理原理 可能漂浮不定 而且速度非常快 不過先前其實也有俄羅斯 是俄軍用這個空飄氣球 帶著一個腳反射器 要去企圖讓這一個烏克蘭 去消耗他的彈藥 這個防空飛彈 不過確實在沒有辦法認定的情況之下 都會把他列定為幽浮 那包含像這次聖彼得堡 也說是幽浮入侵 那包含像美國這個氣球事件 也一度被傳言說 非常有可能是幽浮入侵 其實我們到現在 美國國防部也曾經講說 到現在有兩三百件的 不明飛行物體的這種事件 大家其實也都不排除 把它當成說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外星人來這個地球 在窺探這些所謂 在地球上面的這個人類的戰爭 是 所以看到這個 最近有很多這個幽浮事件在出現 各地都有 特別是在戰區上 那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就來持續觀察 但是我們看到了 這個戰爭已經進入到 第二週年了 最近這個中國不斷的被警告說 千萬不要軍援俄羅斯 我們要帶你來看 這是CNN最新的報導 他們說抓到了 CNN抓到什麼 他都抓到證據了 什麼證據 他說就是中國的公司 背後暗渡陳倉 在偷偷的援助俄羅斯 一些軍事方面的武器的零組件 好 我們來看到被抓到的 這些哪家公司呢 叫做中國的保力集團 那保力集團旗下 有一家保力科技公司 那這個科技公司 他本來就做很多 說你要說他是軍武嗎 或者是民間 比如說他做一些無人艇 那無人艇他可以捕魚呀 他可以做一些 什麼樣的民間的用途 但你同時間武裝他 他是不是就是一個武器的 一個軍事的無人艇 那這個保力集團呢 CNN就說我抓到他 抓到他268次 他向俄羅斯賣了很多的 軍事零組件 攻擊直升機的啦 導彈系統的啦 通訊晶片的啦 然後說這個出口 報官單上寫的都是軍事用途 好 那麼真的呢 是中國這個所謂的 暗渡城倉被抓到嗎 還是到底呢 現在雙方之間 有什麼樣的協議 因為最近啊 白俄羅斯 這個總是跟在普丁身邊的 這個盧卡申科 到了中國來拜訪了 那是不是又帶來了 什麼樣的武器清單 我很想要呢 幫普丁來傳話來了嗎 到底目前為止 這個中國跟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呢 我們來問問有華哥 保力集團我先後去過兩次 那在這次的開戰前呢 他為什麼出口軍武268次 他跟俄羅斯 他本來關係就非常非常的密切 因為中國大陸的早期的導彈 幾乎都跟俄羅斯的設計 是非常相似 所以在這個地方 那俄羅斯的生產線不足 況且戰爭打了一年多 你武器裝備的零件 你要更換的話 俄羅斯沒有辦法生產 沒有辦法大量生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一定要向中國大陸求援 那中國大陸求援 他中央軍委會一定會批准 那他批准呢 就是找了保力集團 你給我送到俄羅斯 況且透過陸運的方式 所以現在布林肯也好 蘇利文也好 他是說我們已經掌握了你的清單 除了掌握清單以外 應該美國也掌握了 他各次陸陸續續運送到 莫斯科的這些軍備的零件 所以布林肯才會說 如果中國原來武器 將嚴懲中氣和個人 華哥所以他可以說 各種是國氣嗎 你說他直屬軍委會嗎 我可以告訴各位 台灣跟沙烏地阿拉伯斷交 就是東風五行的飛彈導彈 就是保力集團賣的 就是賣給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這家公司根本就是國家的嗎 這一家就是隸屬中央軍委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盧卡申科如果到了北京 第一個他會要求你給我生產線 我也要生產武器我要跟俄羅斯 他已經講了他要跟俄羅斯 合作生產武器 那第二個他看到他老大哥 現在普丁地位搖搖欲墜 他要找另外一個靠山 這個靠山就是中國大陸 那第三個因為 所以他是來認大哥的啊 對 他來認大哥 還有一個就是說白俄羅斯 他很多的戰機或者預警機 都被烏克蘭 不明飛機不是烏克蘭 抱歉 他是被不明飛機給炸毀 或者是用特種作戰部隊把他摧毀 那盧卡申科他需要這一方面的武器 他應該不會像俄羅斯要 他會像中國大陸要 所以他拜中國大陸為大哥也有武器方面的需求 是 所以我們看到這有哈哥講了這個保利集團 其實背後就是這個只屬於這個軍委會 所以有點這樣的關係 也難怪現在美國跳腳了 就擔心如果中國持續的軍援俄羅斯 那這場仗可能又要繼續打下去了 那當然我們就要帶您看 那中國現在是不是有自己努力要解決的問題呢 中國在兩會前夕 總是要抓老虎 習近平最討厭貪官 每一次說我就是要打老虎 特別又在兩會前夕 又是一個很敏感的時機點 更重要 所以在兩會前夕的官場現行 既又來了 今年的兩會非常重要 五年一次換屆的兩會 那這次兩會 大家都預期說 接下來對於接下來的施政 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方向 在未來的財經政策上 也會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 告訴大家他要怎麼做 財經的藍圖在哪裡 但是要提到財經 我們帶您看現在中國面臨到什麼問題 首先地方在過去的一個防疫期間 花了非常多錢在做防疫 所以地方上現在幾乎都是債務如山眾 我們來看到最近出現兩個狀況 一個是在廣西 這個公安警察局這個沒有繳電費 沒錢繳電費居然被斷電了 那大家覺得很荒唐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再來一個三西 三西說我們這些公務人太多了 我們要精簡一下人事 所以一砍砍了八成的公務人員 他們說我們就要變成一個 小而美的一個地方政府 那其實說穿了就是沒錢 那另外也要帶您看到 那沒錢錢哪去 被貪官拿光 這個打老虎現在又有全新的動作 我們先從地方債開始說起了 最近這個中國的地方政府 到底是多困窘 我們來問問這個陳彥 因為這一次兩會 算是正式的清零政策 整個解放解封以後 最重要的一個大型的會議 所以我們認為說 在於經濟的一個政策的推動上 應該會有一些重大的 一個復甦的一個計畫 尤其是之前已經喊出了這麼多 你要推多少GDP 可是在這過程中 我們就發現了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地方政府怎麼會沒錢 但是我跟各位講 地方政府當然沒錢 你看之前在實施 這個動態清理的時候 中央怎麼講 你地方要自己想辦法 我們節目都講過對不對 好 那你的財源從內來 我真正的那個生前的雞蛋 就是我的那些建商 我的金主 你又把我給砍死了 所以我第一個我沒有裁員 我要不斷的一個支出 所以你說現在連欠電費這種事 都浮到檯面上來丟不丟臉 可是事實上是這樣 因為你動態清理 你PCR這邊全部要自己來 地方政府又沒有裁員 那我要跟民眾納稅 這個稅從哪裡來 其實都有很多的爭議 所以這個一欠 這個是廣西觀光廳被斷電 欠了超過兩百萬台幣的一個電費 這個一定是累積的啦 當然很多網友就大陸的網友自己跑上去酸 你電用到哪裡去啊 什麼什麼什麼 我覺得我根本不關心 他用電用到哪裡去 我關心的是怎麼會搞到這個 這個你應該是一直欠一直欠 然後欠到最後兩百萬 不會是說突然一個月我沒繳 一定是一直累積 因為這個訊息出來後 大家一定覺得丟臉趕快繳 可是我月經還欠兩三萬台幣 還沒繳 另外一個是現之前公務員 他不是拚了命要去當公務員嗎 很多的人口小限 十五萬人口以下 其實公務員的比例 跟當地人口比例是不符的 那現在他們要推動改革 這一削減七十六 你就知道過去的服務員有多多嚴重 很多這個沒事幹的公務員 現在全部被經檢 一定都是靠關係嘛 上去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都還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影響到民生 就很嚴重 這個是在河南商丘 當地只有公車可以坐 只有公車可以坐 所以這個絕對是地方政府在營運的 那你現在營運到現在 他虧損太嚴重 然後政府補貼又不到 那怎麼辦 他只能停 停了你要民眾怎麼辦 沒有公車 那邊是沒有什麼地鐵啊 這種東西的 所以政府沒有錢到公車 也沒辦法補貼 那你沒辦法補貼 我業者沒辦法營運 你就這麼一家 你還營運不了 那怎麼辦 大家都只好用走的 對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而且我們也發現說 這個目前整個地方政府的債務 高達三十五兆 是人民幣 不是臺幣 是人民幣 這很驚人的數字 然後你欠錢沒關係 欠錢你還要付利息 利息一兆 怎麼付 那現在這麼大的一個金額 你看一百五十六兆臺幣 利息支出五兆臺幣 有十七個省是 有十七個省是怎麼樣 是我的債務跟我的財政的來源 其實已經超過一百二十趴 簡單來講就是路不敷出嘛 就是破產 對 那當然現在你就要當官 你就要自己想辦法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些都截流 因為地方政府沒錢 但是他們要開源 要想辦法 要想辦法 所以當官你要十八班五億 樣樣精通 你不只要騎馬 要射箭 你可能還要在零度 二十度以下 穿很少 然後拍戲對不對 哇這個不是明星才做的事情 像這個新疆官員賀嬌龍 我有特別上次看到影片 旁邊萬馬奔騰他這樣過去 那個拍得很漂亮 就是拍一個廣告片 他拍這片要做什麼 宣傳新疆 旅遊啊 對不對 所以之後 甚至你看他還去帶動 大家關注 因為他的粉絲已經爆增了 那幾乎叫網紅官員了嘛 那再來你爆增了 我是不是可以直播 直播幹嘛 帶貨 賣農產品 二點一億人民幣 賣新疆農特產品 對 當然這裡面也有人說 那你是不是要炒紅自己 對不對 這個錢跑進來 其實他們真的 他說拍攝用自己人 然後剪片也要自己來 還要自己想腳本 一天要看兩天 當一天一天當兩天用 包括這個文旅局長 我我特別上去看 他整個拍攝過程 很冷 爆冷 然後穿短袖 我這個很猛 重點是還真的長得蠻漂亮的 所以他真的是在宣傳他們的觀光 真的是在宣傳觀光 所以包括 當然這個是四川的文旅局長 他扮成太空人 然後然後希望宣傳 大家去這個地方旅遊 當然有沒有可能把整個 譬如說農產品帶起來 旅遊帶起來 我覺得很有機會 可是從這邊 我們已經看到一個很詭異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這些地方政府官員 必須背負起這個賺錢的任務 那你變成是內捲喔 不是往外宣傳喔 所以是不是代表整個地方財政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我們也希望 也想看一下 兩會之後 你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而這當中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我一直在講 財政這麼困窘 那你的錢到底花到哪裡去 很多人都說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三十五兆的地方債務 到底花去哪裡 你這些錢到底花你不要一直跟我講什麼 什麼清零PCR 那這個這個坑有沒有辦法查出來 我覺得都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錢到哪裡去 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來看錢有沒有可能到貪官口袋裡 我們來看兩會前戲 總是要打老虎的 每一次在中國重大的會議前 一定就是要趕快抓一個什麼 來當一個範本 告訴大家 我政府有在做事 好 那兩會前又要出手打老虎了 最近抓了好多貪官 那有的貪官是在家裡頭 鄉下家裡蓋整棟房子藏錢 有的是一箱一箱人民幣現鈔 把他拿來砌牆了 牆打掉裡面全部都是人民幣鈔票 到底最近還抓了什麼大老虎呢 佑華哥 習近平為什麼在兩會一定要打貪 因為他知道不打貪的話 第一個他政治權威沒有辦法鑑定 第二個貪腐亡國 那你第三個 這一些貪官都是不同派系的人 不是習近平派系的人 所以他下手非常的狠辣 那其次我們就說到第二個 第二個各位曉不曉得從2012年 習近平打貪到2017年 每一年 每一年 這五年間貪官是50萬 從2017年到現在2023年的六年時間 各位曉不曉得貪污指數已經突破60萬 所以習近平主席一直打貪 但是他們的貪官還是照樣 照樣貪 我們先來講這個渠縣 渠縣是一個浙江 浙江比較 是 鄉下的地方 他是縣委書記兼縣長 所以你要辦任何的事情 他要給你開綠燈 對不起 你要提供給我什麼 消費卡 金額卡 賄賂等等 所以呢 當他退休了以後 現在別人檢舉他 檢舉他 他就把他的所有的卡 通通藏在什麼 竹園底下 因為他家門口的竹園 他放在竹園底下 那金條金釋是放在餘肚裡面 他金條 他把金條藏在餘肚裡面 塞到雞肚裡面 對 積壓餘肚裡面 所以你看他金額 七百二十三 各位 七百二十三 我待會講一個真正大的 你們會嚇死 七百二十三 非常小的 這算少的 對 這個賀岡市的 賀岡就是窮縣 非常窮 但是他敢挪用公款 因為他在黑龍江 黑龍江這個地方是叫做 大白菜的地方 生產大白菜 是一個農業縣 農業縣你看他受賄七千萬 七千萬耶 七千萬人民幣 這是一個窮縣 對 他挪用公款三千萬 加起來一個億 那這個湘 這個湘潭的呢 他只不過是人大常委副主任 副主任叫做傅國平 那湘潭這個地方 我去過兩三次 很好玩的一個地方 他把現金通通通放在他們家的頂樓 頂樓上面弄一個夾層 弄這個夾層幹嘛 當作牆壁 就是夾層後面放鈔票 前面你把夾層弄掉 全部都是錢 才五千三百四十九萬現金 就是人民幣 那我現在講一個大連的 各位就知道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徐常元 那他的職位都不如他們 他們的職位 這個都縣委書記 書記很大 那我碰到的一個叫做徐常元 他在大連區 大連是中國大陸非常富庶的地方 各位曉不曉得 他只是一個區裡面管 公投而已 公投 公投 結果呢 各位曉不曉得 他的家產被充公以後 他們通通算出來 他有兩千七百一十四間房子 兩千七百多間房子 他是公投 他參污到這麼多 他最多最多 如果用那個 我們拿那個雲林縣你來算 他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局的局長而已 局長 小小的局長 他可以有兩千七百一十四間房 然後呢 一百四十二台車 都是豪車 但是呢 他攤的錢多少 七百多億 七百多億啊 七百多億 百億以上 那他到底怎麼攤的 第一個 他先去炒房地產 這個地方開發權是他的 他就批了以後 那你給我多少 然後他就出租 是 他就出租就專門賺這個錢 結果到了最後 他居然 他抄家的時候 各位曉不曉得 十輛卡車 他的錢都搬不完 那你算算看幾頓 因為我們現在的卡車 一頓多少錢算得出來 他要開十台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習近平的打攤 如果他再不打攤的話 真的民族復興 無望 共產黨也要亡國 這個就是習近平打攤的原因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每一回 在這個中國重要的會議前 都要開始打攤府 那一個一個被抓 他們中國央視 官方媒體 還有個節目 這些貪官還要上節目去懺悔 我錯了 我做了哪些壞事 我不應該這麼做 然後最終還要被這個執行 他們的一個這個 他們要擊刑 死刑 但是怎麼還是都沒有辦法阻擋 這些貪官 想要貪污的決心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兩會前夕 又要開始打攤 那這回揪出來了好幾位 那到底 這個打攤的一個行動 不會停止 接下來又會有哪一些新的 讓大家覺得匪夷所思的 一個貪污方法 我們再來持續看下去 歡迎回來我們帶您看台積電淪為人才的一個訓練場所 這怎麼回事 最近我們看到有人這麼說 台積電在美國廠 因為不斷不斷的傳出 臺灣籍的員工好辛苦 從早做到晚責任制 美國籍的員工 這個時間到了 拍拍屁股走人 也不交接 怎麼會有這樣的文化差異呢 那於是我們看到就有人講了 那現在台積電送了這麼多 經過這個非常好的訓練的一些高階的這個工程師的人才到了美國廠去 美國廠離英特爾的廠那麼近 英特爾給錢又不手軟 會不會最後這個合約期到了之後 這批人全部被英特爾挖走 就變成了人才的跳板了 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嗎 朱老師你的看法 好 我們先講到台積電當初要到美國去 大概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美國願意補助 我們當然知道去美國成本一定很高 可是如果你美國政府願意補助我 算一算可能好像還可以吧 所以我去了 可是你看到就在這兩天 美國正式公佈他的這個補助的內容跟規定 看嚇一跳 我不禁懷疑 到底是補助還是美國政府要入股 入股跟補助又差很多 補助是我錢給你 然後你看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基本上呢 大概我會有些限制 可是這個限制基本上 應該還是在一個合理範圍 譬如說我們就舉具體的例子 我去捐錢給別人 我頂多限制你用途 那我會不會說我捐錢給你 你賺錢之後你要分我 不可能 因為這個叫做我剛剛說 這叫做入股 可是你看到美國這一次 洋洋灑灑的 我們就很快的帶過 第一個他告訴你 如果你賺到一定的金額 他叫超額利潤 我要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要做好子女的托育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第三個呢 你要限制中國方面 你來我這裡就不能 中國那邊的產能 你就要受限 好 這我們也可以接受 在員工的招聘 居然還規定說 少數民族退伍軍人 女性都要保障就業 那這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再來就是你也要用到再生能源 然後告訴你 你建材要用美國的建材 最後你的錢不能拿去買庫殘股 洋洋灑灑這麼多 所以我回過頭來不是跟你說 你到底是補助還是入股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說要分潤 美國政府說我可以補貼你 但我要分潤 那這看起來就是入股 對啊 就是入股的概念嘛 好 那這當然這台積 他怎麼考慮 我們就不多再討論 那回到剛剛我們提到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前立法委員 郭正亮 這個他都出來質疑 其實也不是只有他 很多人都質疑 你臺積電派了這麼多高階工程師 而且約就三年 那三年之後 這些人會不會跳槽去美國 其他企業 譬如說大家第一個想像 就是Intel 那而且這個目前派去的 這個高階工程師 大概佔整個臺積電的 大概六趴到七趴 可是三年後可能會到十二趴 十二趴你臺積電的高階工 你不能用走員工數來說 因為臺積電有很多只是作業員 那些都沒有什麼影響 那如果是工程師 又是高階工程師 因為美國說 我是要來 你們要來做三奈米的 那當然是比較高階的 可是這時候就回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所謂的高階工程師 其實他是製程工程師 臺積電真正的研發工程師 其實都還在臺灣 所以到美國去的那些 等於說他就是手腳 對不對 大腦還在臺灣 是的 沒有錯 至於這樣子比喻非常好 因為他現在這個保商二廠的部分 就是兩奈米 甚至一奈米都在研發 那所以臺積電到美國去 他們目標是二零二六年 要能夠生產三奈米 請拍謝 二零二六年距離現在 是不是還有三年時間 那時候臺積電至少到兩奈米 甚至有可能是一奈米了 所以真正的高階還是在臺灣 而且我們剛剛說重點 研發跟製程是兩回事 所以郭立委你這個擔心 基本上我是打一個問號 但是再來另外一個 你說跳槽到intel 我相信絕對有可能 對 尤其很多員工去 不是只有待遇的問題 還有一個誘因就是能拿綠卡 對 那我為了這綠卡 我拿到綠卡 甚至我就跳槽 我就更方便了嘛 好 可是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大家都說你這些員工到 美國員工到台積電 結果水土不服 那臺灣的員工到intel去 會不會水土不服 但是反過來想 如果臺灣員工到intel去 我們應該變種子拔尖 最厲害啊 因為那些美國人都那個啊 是不是 那你覺得這些人過去intel 就能夠開始突飛猛進嗎 那你也把intel想的太厲害 如果他那麼厲害 他為什麼現在都還只有七奈米而已 而且我們剛剛說 他只是製程工程師嘛 製程工程師再怎麼高興 你去那邊可以讓intel就開始突飛猛進 那真的就是兩回事 沒有把這個問題給搞清楚 那當然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從我們剛剛整個講過 那臺積電去那邊 不就吃的悶虧了嘛 我當初以為你的補助很好 結果真正一出來就這樣子 那再加上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問題 確實都是問題 好 所以最近紐約時報 就去訪問了這些臺積電 在美國的員工 而且一口氣訪問十一個人 你說一兩個可能大家會覺得 可能就是抽藥的問題 可是高達十一個人 居然大家都要傳遞一個共同的訊息 就是美國人派倒釘 應該更精確的說 美國員工派倒釘 那當然一大堆的問題 我們就不說 那對這些員工 基本上當然一方面是有點是抱怨說 同工不同酬嘛 美國人的待遇比較 我們就不要說錢的實質待遇 基本上的所謂的責任制 準時上下班 臺灣員工基本上都不可能 那美國員工要做這件事情 那台積電的員工基本上就 總是有點酸酸的嘛 就不舒服嘛 所以呢 基本上台積電回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的員工可以受訪 你在臺灣 你幾乎看不到這種事情 在臺灣其實台積電 我們想要採訪他 以前會跑線嘛 台積電員工不受訪 絕對不受訪 他們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是 要不然就是很高層 要不然就是發言人 一般員工是絕對不可能受訪 那這一次 所以紐約時報是怎麼問到這些台積電員工 這就是關鍵所在 所以大家不禁懷疑 其實是安排好的 尤其是以訪問的內容來看 訪問十一個人 為什麼一直強調十一個人 因為十一個人講出來的結論都一樣 那不就是照劇本在演出嘛 那回到一個問題 誰安排的 當然是台積電安排的嘛 但我沒有證據 我必須說 所以他想要傳遞一個什麼訊息 傳遞一個訊息就告訴你說 我今天去了美國 但是能不能達到你的要求 我覺得不可能 問題不在我在於你 你們的員工的企業文化跟我們不同 所以可能在工作效率上 我已經照你能說的 能做的我都做了 可是你原本對我去這件事情 是很高的期望 可是未來三年五年後 你不能達到 你可能開始怪我 我要先把話講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是所以我們看到這台積電 有沒有可能變成人才跳板 這另說 但是現在這個台積電的美國廠 能不能達到這個美國政府 想要這個擦肝股 也不是擦肝股 花點錢入股 分潤的那個效果 有沒有辦法成功的分擔 所謂的地緣政治的風險 把晶片帶回美國本土 那這個整個工作效率上工廠 未來能不能這個順利的運轉起來 可能還會有一些必須要磨合的地方 現在台積電是不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釋放出這個消息 先說清楚了 好 那麼再來呢 我們要趕緊帶你來看到了 這個美國廠要這個晶片嘛 然後呢看到了這個德國啊 這個歐洲也很多地方跟台積電交手 他們也想要晶片 未來呢這個晶片很重要的一個出海口 那是汽車晶片電動車了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車的硬體 當然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是不是已經跨進了 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時代了 今天我們跟大家來聊這個話題 軟體定義了你的電動車 現在有一個這個詞 大英號記清楚 叫OTAL over the air 好 那為什麼什麼意思啊 就是你的車透過軟體的更新 車聯網的概念 他可以變成一輛另外的新車 以前我們的車 好像是你買來之後 就會開始一路一路的 他開始疊價嘛 但是未來你的車買來之後 他可以不斷不斷的upgrade 他可以變成一個更好的車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OTA汽車的一個概念 我們今天就特別請到了我們的博士 來跟大家聊聊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軟體定義車 其實並不是第一次出現 其實軟體定義的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用一個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用手機來看 最早最早 這很早以前的Nokia 這個時代 那Nokia時代講 我們都知道你買一隻Nokia手機 對那大概就是可能就用到壞掉 應該沒有特別去做什麼樣子的更新 是 對那可是呢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手機有各種功能 而且三不五十可能就跳出一個這個 這個系統要更新要更新 然後要嘛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然後可以你的 所以每次更新之後你的手機 其實又可能增加一些新的功能進來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就像剛剛志玉講的最以前的說法 就是車詞車況最好的時候 就是在買新車的時候 但是呢 可是以後呢 每次可能只要有一個新的更新 你可能就會覺得 怎麼又不一樣的體驗 或者是可能有更貼心的功能 好像又換一輛新車的感覺 只要你的硬體能夠維持的好的話 那基本上 他就是透過軟體定義 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升級 那再來就是說 就像我們現在手機有很多的APP 那這些APP 以後車子也會有他自己的APP 你要可能要什麼樣子的模式 或者是什麼樣子不同的功能 可能他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APP 比如說我想要下載一個自動停車APP 我就下載一下 他就提到停車 可能他這樣比較需要 那可能有的希望是跑車模式 我就下載這種相關跑車模式 對 因為他可以再去透過你的這個 這個硬體的調降 對 那所以呢 根據這個這個研究機構來講 這個OTA的這個市場 在二零在二零二零年 大概是二十八億多 美金然後會成長到二零三年會有一百四十四億的美金 這樣子的一個成長 是大幅的成長 那再來我們再來看 就是透過OTA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傳統的就是 我要開著我的車到車廠去 才能做更新的一個升級 對 那這個來講 你可能假設 譬如說你的原廠是在國外 可能還要需要不好意思 因為下載的這個網路關係 或者有什麼樣子任何的一個問題 可能還沒辦法馬上更新給你 你可能車子還要留在車廠 那但是呢 現在透過OTA的這樣的一個升級 就像 就像我們手機的概念一樣 你可能放這個隔夜 早上起來就發現他已經幫你更新好了 所以我只要睡前 我把他按下去更新 早上起來就是一輛新車在等我了 對 他可能很多就有一些新的功能 那其實他相對來講 就是他不需要 透過OTA的方式 他不需要額外這些增加成本 而且如果各位知道 如果我們這個車廠要召回 發生任何的問題 需要召回的時候 那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成本 對 對 那今天我如果可以透過OTA的方式 來做這樣的更新或調教 其實對車廠來講 也是省了非常非常多 以前有瑕疵 你車要召回重新搞定 對不對 現在不用了 你就知道有瑕疵 就告訴所有車主 現在請你重新更新 是就搞定了 是這個其實就像之前特斯拉 也有在幾年前 也有就是煞車的問題 是然後一樣透過OTA 就把煞車的這樣的一個距離 就可以縮短下來 是 對 所以這個是這個特斯拉的軟體更新 他一直有在軟體更新 是 而且特斯拉的軟體更新的版本 其實非常的平板 他其實三步子 可能就有一些 可能就是有User反應 希望有什麼樣的功能 是 那他可能整體評估之後 他可能就把他加進來 這都不要錢嗎 對目前這些 這些的更新都不用錢 那像他之前其實就增加 就是說 譬如說像我們有時候 在緊急煞車的時候 他現在就是增加一個功能 就是緊急煞車的時候 那個後面雙黃燈 他自己就自動幫你閃 我們以前可能緊急煞車的時候 你可能要趕快怕後面的人追撞 所以趕快再去閃那個雙黃燈 現在不用 他只要偵測到你是 就是緊急煞車的狀況的時候 他就自動閃雙黃燈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透過 OTA升級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目前除了Tesla之外 其實有很多車廠都開始在這個OTA的部分 做了很多的努力 對不對 是 我們來看目前有哪一些國際大廠 請這個博士幫我們看看 哪些廠 我那天看到一個新聞 他很有意思 他說我這個下載一個新的軟體 然後我電動車的電池就變大了 是 因為他把他的效率變得更高 所以呢 你不用去真的換一個什麼樣的電池 或者要下載一個新的軟體 他的電池的效率就變得更好 未來是不是都會進入這樣的一個狀態 目前有哪些車廠做了 哪一些的這個軟體更新的部分 其實應該說 其實各大車廠 包括像福特 然後福斯 BMW 然後Benz這些車廠 傳統的車廠 所有大家都要轉型為電動車 這樣的一個車廠 其實也都自己一定開發自己的系統 那同時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很多所謂國際車廠相關的 像譬如說像像那個Harman 就是他原來是做音響做喇叭的 其實他也有併購了這個 這個軟體公司也在開發 OTA這樣的一個技術 然後他的OTA是下載之後 他的那個環繞音響更棒 他除了這個他同時 還有所謂這個傳輸的時候 因為OTA其實另外一個 再延伸的問題 就是我是透過這樣子Air 這樣子的一個傳輸 資安的問題呢 會不會有駭客的問題 我今天如果駭客 hack進去你的系統 然後把所有的車子 在一夜之間OTA升級成 他可以控制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資安上來講 其實也是接下來 大家去討論或去注意的地方 那甚至於包括像是 就是Bosch 或者是像那個德國馬牌 就是賣輪胎的那個車廠 其實他們也都看在開發這個OTA的技術 台灣也有這樣相關的這樣的一個公司 在在開發OTA的這樣的一個技術上 那其實整個的OTA的這樣的技術 其實會是在我們接下來 在買車子的時候 會是我們一個考慮的點 因為他有這樣子的一個OTA升級 表示他有注重或者是非常的關心使用者的需求 然後可以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整 其實會是大家所謂user或者是車主在買車的時候 一個重要的一個考量 是所以這個不是來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OTA的概念 未來軟體定義器 電動車又格外是如此 未來的OTA可能可以顛覆你的想像 因為當一輛車 他會有這個上千個晶片的同時 每一個晶片都可以upgrade 那所以他可以賦予這輛車更多的可能性了 所以以後買一輛車 但是你不時的更新他的軟體 你就每天都有全新的一個用車體驗了 歡迎回來 趕緊帶您關心三月份的美股的表現到底如何 當然呢 在我們的這個廉價期間 我們來看美股的表現 並沒有那麼樣的亮眼了 但是呢 三月份為什麼投資機構都不看好美股呢 我們趕快有請陳彥 但我們來看看這個美股三月 真的熊來了嗎 對 當然二二八整整體的表現 並不是相當的亮眼 最主要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最近罕見的這個華爾街的這些投行 既然出現一致性的看法 不管是大摩也好 小摩也好 你看這個是摩根斯坦利 大摩他說本益比太高 美股的本益比太高 十八點六倍確實是高 那他到底覺得幾倍才叫不高 因為你如果本益比一般來講 十三十五倍我覺得OK 但是如果你本益比高你的溢價 就是我投資股票的殖利率 跟我投資沒有風險的債券的溢價 我要更高才可以 所以他認為這個部分是沒有符合的 有問題 我承受這麼高的風險 我的獲利沒有跟上 那另外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讓行情上來 你看喔 十月當時大家是會覺得暫停升息 會轉向寬鬆 當時 可是現在看起來不是啊 所以這個理由消失了 然後另外你的收益率嚴重倒掛 還有貨幣供應量也下滑 未來你怎麼再持續去推升股票市場 所以你看小摩的說法 他說第一季 第一季 那第一季快結束了 一二三 他說可能就是指數的最高點 所以為什麼進入三月 大家普遍看壞 那我們當然來看一下 整個線圖的一個表現 你看像道瓊 因為這個我是用週限 所以這個是五十二週限 就年限 你有沒有發現他實際上 最強的那一波 就去年第十季 對 後來以後 其實他只是 他其實只是維持著 那個表面的和諧 沒有看起來這麼樣的和諧 就是說很像夫妻一樣 表面看起來感情很好 實際上已經開始有問題 投行覺得很危險 所以他掉下來就是熊市 然後再來 我們一直關注的是科技 對不對 好 你看科技反彈上來 實際上他面臨到的是 年限的反壓 然後呢 剛才我們講的這個大摩 他的他其中有一個說法 我在這邊補充 他說S&P500 現階段要持續的往上勾 你必須看到利率往下走 還有美元走落 這件事不是不可能嗎 對 現在來看不可能 所以他說一旦跌破年限 技術面的一個破壞 將有可能持續的修正 往三千點走 現在是三千九百多啊 現在是三千九百多啊 那如果持續往下 那還得了啊 二十幾趴的一個跌幅 他給的目標三千點 那差很多 差很多 那當然現在大概只有廢半 表現稍微好一點 可是大家別忘了 過去兩年疫情 這段時間受傷最重的是廢半 所以他還是屬於相對低基期 所以他的反彈 看起來稍微比較合理 那當然最主要原因 還是大家對於整個利率結構 我們來看一下利率結構的一個思維 三月升習一碼 五月再升習一碼 六月還要再升習一碼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可是這個表 原本是到三月升習一碼 就停了 後面都不會升習 然後十一月就降習了 可是目前大摩說 三月升習一碼 五月升習一碼 對不對 他說你要降習 吃點快 明年三月再說 明年三月再說 不是今年的年底 這個已經我們看 已經影響到大家 對於未來股市的這種擔憂的情緒 反映在VIX的這個數字上面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現在VIX 其實還沒有真實的攀升上來 也就是說VIX 好像大家會覺得說 沒有啊 還還在低啊 可是VIX是反映當下行情的狀況 就是說股市還沒有真的大跌 當然VIX不會上來 就恐慌指數嘛 可是有一個東西叫做看漲期權 就是call 我們去買call 買什麼漲 買VIX 所以這個叫做VIX的期貨 VIX的期貨 好 期貨怎麼看 那當VIX 我今天你VIX還沒有真的漲嘛 那我覺得你未來會漲 VIX會漲 就代表你覺得未來股市會大跌嘛 所以我就去買那個VIX會漲的選擇權 叫call 大家已經在佈局 而且那個量 你看喔 持續的攀升喔 我問一個 陳彥這叫做先行指標 先行指標 先行指標準不準到底 準 因為我們一般人不會去買這個 因為光講選擇權 很多人就不懂了 而且你要去買這個 你的量要夠大 你不是機構 你怎麼去承受那麼大的量 保證金啊 各方面啊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機構 那他們看到哪裡 看到有人一般普遍看到四十 四十就是現在大概再翻一倍 翻一倍 疫情之後都沒有到過四十 然後呢 甚至有人看到七十五 七十五的意思是雪崩 雪崩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原因 大家要注意 那當然反映在現在美元跟殖利率上面 也出現了一個現象 你會發現這個殖利率的部分 又開始重新往上回升 然後美元又開始走強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大家把資金回美國 然後又擔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風險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 股市的變化 我們覺得還是不太確定 但是確定的是什麼 殖利率往上 債券的價格在低點 可是殖利率真的能夠再持續往上嗎 即便再繼續 我記得我之前來講過 對不對 我說現在投資長期債券 可是跌了 怎麼辦 再給你一個機會 當然我要跟大家講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上次沒有想清楚 我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 說真的 再下來 真的是再給大家一個機會 不管是長期債券 還是投資等級戰 我們也看一下投資等級戰 雖然你看到 他們都是跌下來對不對 可是這個位階都是十年來的低點 有別人忙了十年以後 你跟他在同一個起跑點 對 你不覺得很開心嗎 開心 當然回到股市本身來看 回到股市本身來看 實際上我們還是要仰賴的是科技股 我們要仰賴的是消費性電源產品 可是目前看起來回升的速度比我們想像的慢 因為這個是這個是第二季 這第三季這第四季 那可能要到下半年 手機才有機會上來 對 但是你說像筆電啊 平板這些啊 實際上下來上來的力道 其實相對還是很弱 但是最近當然大家就會講說 那科技我們就比較重要的科技股 帶大家看一下 微軟不是大漲 可是最近跌了 然後這個這個 Google大漲又跌了 然後亞馬遜大漲又跌了 其實我要先講 前面漲了二三十趴了 他不是不多 他漲很多 回檔的修正 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但是我們要仔細去思考 是說為什麼他們前面這一波會大漲 當然你說跌升啊 什麼本益比修正過頭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是不是有一個產業的一個重要性 他代表著未來 所以你看這這裡面 我剛才故意遮住 因為你看三個都是漲上來以後跌下來 可是這一檔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你看喔 他同樣跟大家一起漲上來 對不對 那最近的修正 他沒有 他停一下下 啪一個又衝上去了 對 太可怕了 這是什麼 回答就NVIDIA 他在做什麼 做GPU 他在做繪圖晶片 他在幹嘛 未來的AI的產業 未來的這種機器人的大軍 這個產業 趨勢是明確的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來講 美國的一個科技股的一個表現 要馬上上來有困難 但是你要從裡面去找到產業的亮點 那跟你股市的變化 我覺得還有一些風險在 也不要暴乱 那就好了 不要的人 快點 忽然沒有了